歡迎觀眾朋友 介紹大家關心細心新聞 來自中部鏡頭的消息 為了中間 當年建設自來追創的價值和紀念比的意義 以及美化經歷糾病環境 由中部田主黨發起鑫水書館紀念比空間營造價位 向在地藝術家和歷心臨書生立更作風 向嘉義官社區委員會主席輔導價位 申請下作價位 下在嘉義官政府30萬的經費保障 對立書、美學、還有社區參加的角度設立 以鑫水書館紀念比為主席 映則、氣營、故事強 他替條也許來講出 精靈、悲天明人的愛心 帶來活水 既民發起也上美好的未來 主要生生不息世代的故事 故事邊有市民的主帝替條 由洪華貓講出洪的黃千文來設計 由洪華貓講出洪華貓講出洪華貓 另外,市營的主帝 是邀請中保基成文化耶穌基金會當事長 既貌根用紙幻來寫起來 故事替條落寬在旁邊 這四幅鐵雕 它在呈現 第一個是當年我們中途這個地方 因為地勢比較高 那在乾旱的時候呢 很容易缺水 那居民取水非常不易 生活非常的艱苦 那第一幅鐵雕就是呈現一個居民在挑水 爬坡的那種生活的困境 那我們的第二幅鐵雕 它所呈現的是我們天主教會的陳錫尋神父 他到西德募款 得到了西德外元委員會輔助45萬的經費 來幫助我們的當時的鄉長 洪雲柳鄉長來建立這個中埔自來水場的故事 那我們的第三幅鐵雕 它所呈現的是自來水場建好之後 我們自來水來了 中埔的居民歡欣鼓舞的歡迎自來水 好 那個這邊是這個中埔自來水場的紀念碑 那這個紀念碑有60年的歷史 以上囉 那我們為什麼要做這四幅圖呢 因為他是一個陳神父 他從因為中埔這個地方缺水 那他就是跟德國的天主堂那邊就是合作 然後他就是募款募了45萬 然後中埔地方的鄉公所這邊也是募的45萬 所以就是他們兩邊這邊互相合作 然後幫助中埔這個地方建這個自來水場 那所以之後就是有立這個一個這樣的紀念碑 那但是就是因為我們的圍牆 之前是擋在把紀念碑擋在外面擋在裡面 所以大家看不到 那我們就是發掘這個過程 然後又聽天主堂的中主任跟黃主任他們講述了這個故事 然後我們覺得很感動 所以我就把它用設計圖畫下來 然後做成一個象徵性的鐵雕的故事 那這個鐵雕之後也是會 和就是中埔的這個地方的學生啊 或者是遊客也都可以幫他們做導覽這樣子 那我們把這個紀念碑挖掘出來之後呢 它也一個很棒的意義就是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要珍惜水資源 希望特國的夏拙 讓他們水素圓紀念碑還有必須意義 讓當初行見自來水場 要叫水的故事繼續流團 也因為堅固米合還有立宿的紀念空間 先為在地的觀光景點 去英國地入客的餐廳 促進電風觀光 善要發展 尊重愛媽咪國務卿開爆囉 特好儀當然找家儀優先水產 24小時全家下單取後很方便 跟著我來買吧 何康伯利齋 消費滿699 就有機會抽到小家店 再抽出一位幸運兒 西班同享 馬可老師母親節大餐 家優先水產就在全家好生動 讓你寵愛媽媽多一點 馬可老師母親節大餐 都愛搵了 兩家人 天安 一家人 撥夠了 旋請 在舞蹈 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现在正遭受中国这个强权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威胁 那过去捷克也有同样的一个噪音 所以我相信因为有同样的噪音 所以大家彼此都可以感受得到彼此的这种心情跟处境 跟怎么样去追求自己国家的独立跟自由 未来的国际合作我们会陆陆续续 会跟各国来做具体的MOU包括相关的交流 我们希望今天捷克代表团到我们的亚创中心来 是台湾的无人机走向世界非常重要的一步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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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